Hello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2024年的Hotelix咖啡展 结束了之后 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今年我们的咖啡豆品牌没有参展 很多小伙伴在展会上遇到我 就想着要喝我们小牛的咖啡豆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展会 它是一个行业里面针对商家的展会 是一个2B的展会 4天的展会 大部分人都是业内的从业者 我们的咖啡豆品牌 Mumamo Coffee 今年是成立的第二年 目前我们只有电商线上的业务 所以说没有太多针对弊端商家的 我们就没有来这个展会 这里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不过相信之后 随着我们的品牌发展 后边我们也会考虑 今年展会 我自己没有去做内容的拍摄 而是去选择了 多观察一下今年展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这几天下来之后 我会从这几个不同的方面 像咖啡比赛 咖啡的展商 咖啡观展的人员 来做一个总结 首先说咖啡的比赛 从2013年到2014年 我自己曾经是比赛的选手 当时是作为咖啡拉花来上海参加比赛 那个时期的咖啡比赛 像咖啡拉花 咖啡师比赛 是作为关注的 像咖啡充足 以及咖啡烘焙 还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 而经过这十年间的时间 今天的这些咖啡比赛中 从比赛现场 都提高了 这是我观察到的 关于咖啡比赛的内容 接下来再说一说咖啡的展商 像咖啡设备器具 依然很强势 但是今年我发现咖啡设备 从几年前的强势的商业半自动 慢慢的再转变成商业的全自动 所以说明了商业连锁品牌 这些年用全自动咖啡机的店铺 发展的非常的迅猛 而使用半自动咖啡机的 小的精品的咖啡店 它在逐渐的放缓速度 也相信大家看到 这两年商业咖啡的市场 变化非常的大 另外咖啡器具的品牌 以及家用咖啡机的市场 这些品牌也在短短的 这两三年里面 发展非常的快 迅速的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这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家庭 开始尝试着做手冲 然后做摩卡壶 做意识咖啡 也有不少以前专注 做商用咖啡机的品牌 现在也在家庭市场发力推广 研发新的家庭型号 来占领新的家庭用户 所以说这块是非常大的 一部分增长的空间 这也导致了这短短的几年里边 迅速的冒出来了 非常多的咖啡的烘焙厂家 以及烘焙品牌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问子 在2022年在上海建立了 自己的烘焙工厂之后 又做了自己的烘焙的品牌 所以说新的品牌也是看得眼花缭乱 大家的可选性非常的丰富 每天就算换着不同的品牌来喝 一年到头来 我估计你都喝不完的那种 而且大家做的水平也都非常的不错 那么如何在这么多的烘焙品牌中脱颖而出 怎么样让消费者成为自己的忠实的用户 这也是每一个烘焙商都在努力的方向 就比如我们就是通过自建工厂 源头的升斗直彩 再加上QGrader烘焙的品控 以及我们自己比较抓眼的牛的IP的设计 最后再通过我们自身视频内容的流量 来建立自己一个比较完善的自身独特健康 而且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这么一个品牌 所以说在烘焙的品牌中 我自己能感受到就是竞争非常的大 那最后还有咖啡豆的生豆商 那也是同样 以前大的生豆商呢 你能看到他们有全世界各地产区的咖啡豆 现在能看到有很多生豆呢 它都会细分到专注作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产区 甚至是精确到单独合作的某一个庄园 而且呢你在咖啡生豆这个区域 看到不少那些大排长队手里拿着自己的杯测勺的人去测生豆 那这个在五年前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而今天它就发生了 我自己在展会上呢 也测了几只非常棒的柜下 以及呢我们本土的云南豆 那应该在下个月你们就能喝到我们的新的产品 大家也期待一下 这就是我对于咖啡展商的这一部分观察 那最后我再说一说观展的人员 首先从体感上来说 我感觉今年的人流量比往年都要少很多 可能跟不在周末有关 所以说呢有一些非从业人员就不会有太多 还有呢就是可能像新开的咖啡店 面包店餐饮店的客户也没有往年多 也导致了我自身感觉整体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多 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体的行业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那一些后备箱的咖啡店模式代替了一些小小的精品店 那新一波的商业连锁也会抢占一些咖啡的消费者 在小小的精品咖啡店高速发展的2012到2022年里 那咖啡店的结构和模式也有了新一轮的个性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看完这个展会了之后呢 也有一些自己想法的朋友 你们感觉怎么样也可以留言 当然呢你们可以来咨询我 那我们自己在上海呢有自建的咖啡的烘焙工厂和品牌 同时呢也有自己的咖啡培训学院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下个视频再见 Bye Bye